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开微博就看到了 当时很懵又很激动 特别好奇会是什么样的 然后点击进去呢 看到了深深的清澈清脆的嗓音 用民族唱法亲情唱着天堂 当时就一个词陶醉 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天堂里面 长着一双宽广的翅膀 布满了雪白的羽翼 后来腾哥老师初唱刚刚开口 哎呀 其实说实话 没有恶意啊 觉得有点小笑 因为老师唱法很独特 之前一直吊在了梗里面 但是越听了却有韵味了 老师嗓音很有故事又很亲切 然后加上深深的合音呢 就是两种声音的对比非常明显了 是那种力量和柔美在一块的时候呢 就很惊艳 然后一个后期的制作转场 真的是哭爆了 创意太好哭了真的 而且那一段正好有两位老师的震撼音唱 直通云霄 我好像和两位老师一块抓着大鱼 飞向了云霄 最后最后呢 就是深深和腾哥老师一起合唱了 这段真的太惊艳了 在学校特别想家的情感呢 一下子跟着旋律就飞出来了 两位老师最后唱了几句真的太畅快了 就觉得阴霾一下子就散了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就是好好地活着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嘛 其实呢 一开始大家知道 腾哥老师和深深合作的时候 都在调侃 腾哥老师要唱钢铁大鱼了 腾哥老师轻点打孩子啊 因为深深多次在模仿 腾哥老师一种调侃的说法 大家恐怕都以为 这是一个晖节的舞台 我也是如此的 刷了深深的采访 深深表示 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舞台 他听腾哥老师听了很感动的 在合唱开始之前呢 我一直在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合作呀 听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次合作超出了我的想象 非常的棒 就像是深深说的那样 令人感动 腾哥老师翻唱的大鱼 我认为呢 是我听过最好的翻唱版本 没有之一 不是我之前设想了钢铁大鱼 反而是特别温柔的 体汉柔情的感觉 像是老父亲 放手让孩子离家远去 希望孩子闯出自己的天地 但永远在家守望着孩子 深深翻唱的天堂 用了他不常用的民族唱法 也有美声的运用 我不太懂这些技巧的东西啊 但是深深翻唱的天堂是温柔的 我听出了黎香的游子 对于江湘诉说自己浓浓的眷恋 我之前呢 以为只是他们各自翻唱对方的作品 因为我平静的想象力 根本就想不到 这首歌能够合在一起 但我吹爆编剧 这首歌啊 合在一起太合适了 腾哥老师和深深合唱太棒了 就像是父子之间的对话 不必是其中的浓浓的情谊 我很感动 这是我认为的深深今年 最棒的合作舞台 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为这首戴雨的天堂落泪 谢谢腾哥老师和深深 你们唱了真的很棒 周深的歌声真的是天堂传来的呀 在悠悠半空高山之巅 九曲回肠的大河之盼 新罗齐步的蒙古包之间 展开了一幅遥远洒脱 而又生机勃勃的一米画卷 腾哥老师沧桑厚重的音色 好似平静温序的壮阔大洋 暖暖的样出了 飘倒着烟火气息的慈爱和依恋 这一老一少把生命的美好 神圣和生活的浓烈 甘纯奇妙交融在一起 在代际传承的不舍 人生归属的纠结 情感走向的迷茫当中 坚定的向着光明的天际飞升 动画必须好评啊 网上真是人才积极啊 美丽远眼上面 绽放出了希望的花朵 浩瀚的大潮之下 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同一片蓝天之下 美丽的家园里 在反复的低云且唱和 永叹互换当中 周深高昂明亮的 原生态的李赞 洒向了漫天的绚丽烟花 伴随着展翅翱翔的大鱼 共同回归人间的梦想天堂 脑洞大开的奇妙之夜 美不慎收的大鱼的天堂 吃高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犯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